因應原規颱風外圍環流降雨造成的災害 縣長徐中衛11號上午前往土石六災害異變中心 針對秀林鄉和萬榮預計降雨達500ml 必須在晚間6點以前撤離 縣長徐中衛在下午3點中也在秀林鄉和王梅貴陪同之下 前往同門村來視察撤離情形 務必要做好撤離工作保障村民的安全 原規颱風外圍環流降雨造成好一帶的災害 由於秀林鄉和萬榮預計降下500ml的雨量 並且到黃色警戒 同時也宣布3點到6點半以前 住在潛似溪流旁的村民們撤離前往水龍站 現場徐中衛在下午3點中 在秀林鄉和王梅貴陪同之下 前往同門村視察撤離的情況 我們那個黃色警戒已經發布了 所以到晚上這邊的雨量會非常的大 中央傾向局預估會300到800很大 對到紅色警戒一定要強制撤離 所以剛才媽媽是說你會來接他回你家 對對 那請問你大概幾點會來接 早一點來接好不好 我當然同學換小朋友就出門了 好 謝謝 現在已經是黃色警戒了 黃色警戒了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就可以過去了 請問校長王梅貴表示 11號這一天也只是戈村 清楚路面倒下的入宿 3點鐘戈村開始進行撤離 預計在6點以前全部撤離完畢 因為受到我們原規颱風的影響 我們現在秀林鄉全部都到達了黃色警戒線 那因為這次颱風非常怪異 所以我們預計在6點以前 要強制撤離所有潛似溪流的居民 那主要是為了他們的安全 那現在這村辦公處 還有收容站也全部啟動開設 所以村長還有警力 還有三井 以及我們的洗手隊 目前除了在部落裡面 去清除一些妨礙交通的一些路數之外 現在我們也開始進行了加護的一個 嵌倒的一個撤離 嵌倒的撤離 那到6點以前我們就會改為強制撤離 讓我們的居民能夠受到最好的照顧 而且免除一些安全的遺利 現在宣傳表示 針對秀林鄉和萬榮鄉 預計降下百毫米的區域 在3點半的時候 也請軍方進行協助強制撤離 必須在6點以前撤離完畢 社會處說明各村裡內的收容 已經準備讓民眾進入 秀林鄉準備11處 可收容人數1396人 另外在疫情期間 現在衛生所提供的口罩 暫時給收容所有民眾 記得請你休息一下吧